大家好,又是我們,今天繼續有冠子為我們講解這個被低音口琴的運氣的技巧 所以這個被低音口琴有什麼特別的運氣的技巧嗎? 那被低音口琴的運氣就是要講到我們的呼吸方式 我們呼吸方式都是使用呼吸,尤其是因為我們的低音口琴是比較低層低音的樂器 所以我們在呼吸上就必須要用更多的氣去驅動這個低音口琴的聲音 所以呼吸方式就是以我們的呼吸來吹奏它 那嘴巴、嘴型方面有什麼要注意呢? 嘴型方面呢,因為低音口琴它的黃片是需要比較大的嘴型去吹奏它 所以第一個,我們嘴巴在吹奏的時候呢,嘴巴要盡量打開一點,讓口腔的空間變大 那舌頭的部分也很重要,舌頭部分就是要輕鬆的把它放在我們的嘴巴裡面 不要有任何拱起來的現象,這樣就會影響到你的呼吸所吹出來的氣流的流暢度 所以嘴巴放輕鬆,舌頭放輕鬆,嘴巴盡量打開去吹奏它 這樣子就可以吹出一個很低、很不錯的品質的聲音這樣子 非常感謝,冠子為我們講解 那下一次我們會說一下這個被低音口琴的換氣的技巧 所以繼續留意我們的Channel吧,拜拜